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一下 之前跟戰友們的彈珠人交流 他們那邊有很多不同的關卡 都是經過特別設計改良 譬如我們今天要分享的專強賽 就是加重且增多的版本 最早之前的爆球連發比賽 好像只有不到10個專強 但是這邊卻直接提升到一邊40個 整體打起來非常爽快 但也需要更強的彈數 還有對於發射軌道的調整 要挑戰的話彈珠人的機體 最好要改到20公里左右 這樣會比較好去挑戰 我拿沒有改過的轟列去打關卡 那個專強幾乎都不太會動 在當天打的時候 彈珠的撞擊回升也是非常的大 有一種槍鱗彈魚的感覺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哪一天的對決吧 好嗎 3 2 1 這麼霸氣 快裝 快裝 解體了解體了 好主要你很加強 好主要你很加強 沒有頭 欸台師傻喔 好主要 可以幹嘛啦 你們脫一台座 好主要 好主要 我只帶他可大 我只帶他這樣 我覺得有點尷尬 我只帶他 他已經前面堆太多了 所以我要打開 趕快破壞了 破壞太高 這邊有點尷尬 然後這邊就是正常的打 修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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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我覺得我整天都會是B 你先實戰吧 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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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獲勝 來 站上兩次的第二場 喔 正出爆了 靠都正出爆了 真的假的 等等 等等 我拿 我跳 完了 基本沒惡武 在這裡沒人權阿 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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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神奇 八個鬼那邊па 進了 打你了 我了 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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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第三場 玩這個要戴面罩 藍方被推擊囉 會被推到後面去了 穩大 穩打 來了來了來了 紅方這邊獲勝了 3 2 1 開始 喔 倒了 我才 還沒拉起來 來 還是我什麼 小米的 我那隻手感很好欸 紅酒 紅米 欸 結束 蛇 蛇 什麼蛇 沒有啦 他後來又做一隻飛龍的頭 蛤 2 2 1 打 欸 上 哇塞 哇塞 彈出魂 彈出魂 哇塞 哇塞 很乖 很快 一滑一滑一滑 現在是用屍 哇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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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紅黃色了 哇塞 哇塞 我怎麼一直笑 一直笑到畫面一直走 哇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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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超久欸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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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那我們今天就先分享一種比賽 下次我們換分享Mega爆擊擂台 這個Mega的版本啊是比之前的爆擊擂台更大 而且專業越重的版本 那經過這一次的交流 我真的覺得經典的玩具很不錯 不管是過了多久 它的趣味性依然是很夠 而且又經過熱血玩家的改良 讓整個遊玩性變得更加豐富 然後不同世代的機體對打 也讓整個對決更加有趣 不曉得現在還有多少人在玩這些彈珠人呢 如果舉辦比賽交流活動 還會有人想參加嗎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意見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對戰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我們下期再見啦 掰掰 再會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 Gott目綁 母amin 發展 觀光